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不是老師生日啦 是前幾天10月18號 鴻海集團的創辦人郭台銘的生日 而且他在同一天也亮相他們的 鴻海集團的電動車 沒錯 那這樣子的話我更想知道 電動車是不是接下來主流族群 老師我可以從電動車概念股裡面 賺到一台電動車的錢嗎 那該有多美好對不對 拿著股票幫你賺到一台車的錢 這麼夢幻的事情 我們一起來掌握這個可以實現的機會 對沒錯 所以今天的節目一定要看 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Zone 我們歡迎標股金Carry Jerry哥好 哈囉大家好 那想要讓Jerry老師Carry你嗎 歡迎加入Jerry老師的LineAd 老師帳號是 小小鼠GoReach55688 小小鼠GoRCH55688 並記得按讚 訂閱 加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欸老師最近電動車 這三個字真的很夯欸 走到哪裡聽到哪裡 上個禮拜才幾點嗎 這禮拜欸郭台銘是不是要準備帶大家出動了呢 而且台北股市真的是一直一直在創新高欸 好熱鬧喔 我相信就是說上個禮拜大家都還發現 就是說那個外資的賣超 讓整個電子股非常沉悶對不對 誰不曉得台積電法縮惠 哇賽馬上帶來台北股市一根大漲的長紅棒 這個禮拜馬上紅海的電動車 又帶起了一波電子股的生機 那我相信就是說現在來講 很多人會覺得說哇電動車的股票好多喔 對啊 很多股票都創新高拉 漲停板給你看了 有沒有其他還沒創新高 然後後面有機會漲停板的 欸這個節目內容來講的話 似乎可以幫助到大家喔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我們今天的主題 郭台銘最棒的生日禮物 所以你不能錯過的賺錢機會 欸老師我剛剛忘記講 你有說 郭台銘這一次他們MIH聯盟發表 最基本款那一款 好像欸Coco你知道售價是多少嗎 不到不到100萬的樣子是不是 所以更有機會真的可以靠這個賺錢來 賺到一台電動車了嗎 對如果你手中有資金來講的話 真的不能浪費啊 你要知道就是說有哪一些標的 是你不能錯過的 喔好那我們趕快來看今天的節目囉 我跟你講講到郭台銘董事長 這個來講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來我們直接來看 感覺有故事喔 這一本的簽名書 簽名喔 簽筆簽名喔 這個是有故事的 因為那個前兩年的時間 大家有看到日期對不對 2019年的年底對不對 當時候聖誕節過後就好是喔 你從南部要回來台北 跟郭台銘一起回來的嗎 原來你的後台這麼硬 下車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我跟郭台銘董事長搭同一班的高鐵 然後那一天最巧的是喔 我在高鐵上面剛好就帶著他那時候的新書 那一本從郭董到果凍 那我就是在高鐵上然後翻著那本書 然後從南部坐到台北這樣子 那那邊想到下車的時候 欸走著走著 欸前面那個背影 從書中走出來了 對那個背影好熟悉喔 那我就發現 欸那個越看越熟悉 然後就走過去 真的是他 他本人 差點以為是朱志興 對然後後面來講的話就這麼一回事啦 大家可以發現 那個郭台銘董事長本人其實私下是非常親切的 對啊 那個當然那個我跟他談到就是說 哎呦那個我剛好在高鐵上面看著你的書 那他馬上的就是說欸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就幫我署名做了簽名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還留下這一張非常非常 讓我覺得說非常意外的一個收穫 這輩子你可以遇到郭台銘幾次呢 好大家你可以發現喔 最有趣的是當下我真的非常難忘 大家可以看到合照後面來講 有很多路人走來走去對不對 都沒有發現嗎 對 當下的那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除了我之外也有另外一位路人喔 發現郭台銘董事長居然在這裡就在面前 然後我們兩個認出來 然後有跟他做合照之外 其他路人都是匆匆忙忙的經過 那閒少有人發現 欸郭台銘就站在這裡 所以這個現象來講的話就發現說 欸股票市場很多人都只會看有亮燈的對不對 沒有亮過燈的 或者是那個沒有創新高 那個電視上沒有講的 我好像就說你會覺得 就不會掠過掠過 你現在是不是那個電動車的股票 你滿腦子都只問說 哇那個額微創新高了 你可不可以追 可不可以賺到一台車 紅塵 紅塵 哇可不可以買 會不會到300 對老師會不會 我告訴大家 現在與其你要去追那一個 已經創新高或是拉起來 快要過錢高的那些股票 你不如好好去找一下 跟電動車相關 而且跟電動車本身的供應鏈裡面來講的話 可以賺錢的機會 欸到底怎麼找啊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 這一集的節目內容 你說紅海的手帶電動車 你覺得我要跟大家介紹以勝KY嗎 我以為會有欸 沒有 我感覺會反著做 會有廣語嗎 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紅塵 這麼新鮮 到底是什麼啊 我們聊到郭台銘 我當然不會就說 啊就 那個專業的分析師 不能說 欸 郭台銘好 就所有他股票都好 不對 我們從整個電動車的供應鏈裡面 去找到一個股票操作的機會 不是去追高 我們反而要去留意 由哪一些到現在 很多投資人還不曉得 後續有機會創新高挑戰錢高的股票 好 那當然啦 三個條件 第一個 卷資比的攀升 是 我相信在上個禮拜 台積電法說會之前來講 然後很多股票都肥蠣 對不對 讓大家都沒有信心了 莫名其妙 一個法說會完之後 一個大漲行情 欸行情又回到萬七了 現在來講你會發現 捲資比 捲資比 慢慢的會很多投資朋友 發現這件事情 因為電視開始講了 好 你看電動車來講的話 當然也是從捲資比去找到 有哪一些股票 後續有機會的 捲資比拉高 然後第二個條件 法人的持股比重 也已經攀升了股票 是 那你就更不能去錯過它 這兩個條件 同時發生的當下 如果它的股價格局 強於大盤的話 這個時候沒有過錢高要不要緊 不要緊 不用 反而是你想要賺錢 就是從這些 還沒有過錢高的股票 後續會不會帶動一檔一檔 往上表現的這些 這些電動車供應鏈的股票 好 那今天來講的話 那個一樣 舊老師挑出一些標的 一樣以這個條件介紹給大家 跟大家來分享 來我們直接來看 好 這邊來講的話 電動車的供應鏈 我們一檔一檔來談 好 我們第一檔來看的是 2351的順德 我們直接來看它的技術線型 好了 這邊來講 你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說以導線架的族群裡面 大家都知道 長科介林 那這三檔整個在車用 導線架的大廠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上個月 我們還看得到什麼 中國限電的政策 然後讓他們整個就 哇產能吃緊 沒想到10月份調高報價 這個動作就很厲害了 那調高報價來講 當然了 慢慢的 原本你覺得中國限電政策 然後他們的營收會受到影響 會什麼什麼受到影響 那股價上個月你幹嘛打下來 對不對 結果給你什麼樣 限電政策沒關係 我給你什麼 調高報價 啊 調高報價怎麼樣 你空單打下去 你發現它股價什麼 打到半年線 這一邊就停住了 是啊 你原本來講說 這邊來講的話 大盤的行情也不好 對不對 在台積電法說會還沒出現之前 很多人那個空單爆的 都等著大盤要破 56,000了 大盤要破15,000了 結果 不好意思啊 出一個很糟 那包含了導線價的大廠 也可以調高報價 結果你會發現很有趣的 就變成什麼樣 你原本的空單不走 那就變成怎麼樣 卷資比從10月份 大家可以看到10月份來講的話 就開始往上去標高 所以有趣的是什麼 法人這個時候來講 你空單不走對不對 好 我一起跟著卷資比一樣 拉高他的持股比重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到這個禮拜開始來講 然後那個鴻海電動車開出來 亮相完之後 全市場開始慢慢的看到說 哇 融券的張數飆高了 然後很多的股票 往上飆出去的創新高的 你所知道電動車的股票 他其實都有一個條件 卷資比拉高 嗯 好 所以你看到順德 因為相對於藏科跟借靈來講的話 這一檔2351的順德 他的整個的卷資比跟法人的持股 是同步的拉高的更明顯的動作 所以還沒有創新高的順德來講的話 後續如果大盤在眼前這一邊 17,000上下整理的時候 也許順德會給你一個進場的機會 好好去追蹤一下 好 我們直接再來看下一檔 茂達 茂達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過往有跟他談到電源管理IC 裡面一檔就是最指標的是茂達 因為茂達這個禮拜 當然你也可以看到 哇他有吃到英特爾的大單 後來也有吃到超委的大單 本身電源管理IC就是一個大力多了 沒想到他老兄這張公司 居然也有做電動車的電池構建 雙題材的加持 所以這檔股票你會發現說原本你看 10月份以前他的股價怎麼樣 趴在那邊 然後就是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 很多投資朋友買著他就爆上爆下 這檔股票怎麼回事 當你放棄他的時候不好意思 你看一下當很多投資朋友放棄他的時候 然後來他沿著半年限扣體值 卷資比也同步的拉高了 那這一檔股票來講的話就是告訴大家 你看他法人持股比重 有沒有像剛剛的順德一樣大幅度飆高 還沒有 但是有一種在攀升的感覺對不對 這一檔股票如果後續整個法人持股比重 也同步拉高的時候 你覺得他的前波高點有沒有機會給他突破 206有可能 對那你為什麼要去追那個 已經創新高的那一些的電動車的股票呢 是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去追那個拉漲平板起來 然後過錢高 你還在問老師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追 這麼好的股票在這一邊 一個機會在那一邊 從籌碼面 從他技術面你會發現 什麼叫強於大盤 現在大盤來講的話 都已經跌破在半年線下方對不對 那大家你如果從大盤日線圖攤開 你也可以看得到大盤是什麼 在季線半年線的蓋頭反搖 可是你看看剛剛的順德跟這一檔的茂達 他們全數都怎麼樣留在半年線上方 而且現在股價怎麼樣 全數都維持在季線上方 所以是他們的股價格局強於大盤 原來是這個意思 原來是第三點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投碼的數字包含了整個 在技術面的架構對比大盤 這麼好的機會 你幹嘛要去追那個創新高的 反而是接下來來講的話 大盤如果可以在17000這一邊 反覆給你震盪一下 不要那麼快 17000就把它拋過去 不要 留在17000這邊震盪 反而這些股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OK 好我們直接來看下一檔 好那這一檔 第三檔的3003的建核心 那其實這一檔來講的話 它就是整個充電槍的零組件 電動車要充電嘛對不對 那一個充電槍裡面來講的話 3003的建核心 就是最主要的廠商之一 那大家你會發現就是說 我會挑這一檔的原因 除了就是說你大概看下方 卷資比很明顯的 從9月下旬就開始拉高 同步的法人也從9月下旬來講的話 就拉高那持股比重了 另外我相信就是說大家你談到 充電的零組件 充電裝的概念 你會說老師 那那個前面跌很慘的 那個台達電 對啊 充電裝 或者是那個信邦 當然你要想 這兩檔股票為什麼你不選 差別是在什麼地方 差別就在建核心 它的整個在股價的格局 這邊來講的話 反而是營收數字 這些我相信其他兩家公司的股票 他們的營收也不會太差到哪邊去 可是我會挑戰建核心的原因是什麼 它的股價強於大盤 剛剛所聊到的兩檔股票 他們都已經是破在一個半年線下方了 建核心什麼 這一段的動漫 他老兄還停留在半年線 甚至現在來講的話 行情是維持在什麼 季線之上 最重要是什麼 他沒有台達電跟那個信邦一樣 卷資比大幅度的拉高 然後法人持股也明顯拉高了 所以在這一邊來講的話 還沒有突破前高的建核心 其實是你應該好好去追蹤 他那檔股票 是 好像還有空間可以賺 對 要買股票 就是要買那個 還在整理階段的 後續有機會去供錢高的股票 而不是去追那個拉起來 過錢高漲停板好幾根的 好棒 謝謝老師 最後一檔的股票 是2481的強茂 其實那一個車用整流二極體 其實已經是夯了一段時間了 對啊 那當你可以談到二極體的部分來講的話 車用半導體 不可以不知道強茂 因為這檔股票其實 曾經也強過一段時間 那當然經過八月份九月份行情的低迷 那這檔股票其實經過了修正 我們會談到什麼 你去追創新高的得維 或者是那個蓬城 快要接近前波高點了 你為什麼不會觀察一下2481的強茂 這檔股票 它其實經過八九月份的修正 你會發現 一樣 看它的格局 大盤現在是跌落在半年線下方 季線下方 很多人都覺得那個大盤是蓋頭反壓的 可是這一些股票來講 共通的特色是什麼 維持在半年線上方 現在的股價也是什麼 來到季線的位置了 是 強勢整理格局 讓你看到什麼 重複的又 卷之比很快速的 居高不下 反而也是維持一個高持股的比例 對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這一檔2481的強茂 其實是你另外一個可以去追蹤的一檔個股 很多創新高的電動車概念股 你不用去追 反而是在行情動盪 你反而是說 大盤不要那麼快 不要那麼快拉過17000 讓我趕快上車 17000 可以再打下來震盪一下 不要那麼快就把17000拋在後面 你反而要這樣 覺得說這邊等你一下 這邊操作股票來講的話 眼前很多的機會 其實大盤如果可以停滯 是你還好好把握的 哦 那趙老師這麼說 有沒有一些算是黑馬股 是符合老師所說的這前三個條件 但是法人他還沒有佈局的 對哦 欸Coco 不錯 冰雪聰明的 是 小女生 大家你也知道 卷之比拉高 現在來講的話 很多人開始在慢慢關注了 對啊 那有沒有電衝車相關的股票 剛剛我們介紹這四檔股票 卷之比拉高了 那個股價格局強於大盤 有沒有哪一些股票是基期 股價基期是相對比較低 但是法人還沒有大幅度去拉高 他十股比重了 但是很重要的什麼 一個條件 什麼 卷之比拉高 現在來講很多卷之比拉高 然後法人還沒有大幅度買進的股票 對啊 他可能是下一步的 對啊 這個時候 你需要好好追蹤 Gio老師的Light Gio老師在後續來講的話 能夠在行情動盪的過程 幫大家一步一步的來追蹤 所以你要留在我的Light裡面 老師不要再賣關子了啦 你的帳號趕快拿來 好 小小鼠 GORICH55688 小小鼠 GORICH55688 唯一的官方帳號 Gio老師這一邊的Light 只有粉絲鐵粉 唯一獨享喔 哇 所以我要趕快加入Jerry哥的Light 趕快趁年底的時候 我們要賺到一台電動車 Woo 啊 所以呢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 喜歡分享 請開啟小鈴鐺 標股金Carry 我們下次見 掰掰